2月3日 明天立春 在立春的前一天 日本称作结粪 结粪它有一个讲究 就是男人们在家里撒豆子 撒一种炒熟了的黄粥 边撒边喊 归去外边扶进家里 所以立天商店都会卖这一样的豆子 我们去商店买吃的 店里每一位客人送了一小包 这一样的打鬼豆 希望能够去一些平安 2023年大家都健康平安如意 言归正断 今天早起远行 为的是赶时间 看那来自西伯利亚的美丽天使 天鹅 这里是银石停车场 是东京北边 相邻的奇遇县 川岛亭的越边川 河底下 这里的天鹅呀 自从2002年开始 有人发现最初大概只有6只 人们发现后呀 开始给它喂食 因此呀 一度多到300只左右 后来不允许喂食后 飞来的天鹅数 一下子捡到了30只左右 这几年时多时少 现在大约接近100只 听说来这里月宫的天鹅 是经过4000公里的塘湖飞行 从西伯利亚飞来的 所以特想去看看美丽的天鹅 但是如果不了解天鹅的生活规律 恐怕还是会失望的 为什么呢 如果过了那个时间 过了那个地点 是看不到的 这里就是天鹅们临时的家 每天早晨醒来 天鹅们都去身上的水 用自身分泌出的油脂 细致地在羽毛上涂上一层 而后起飞 去附近的水田 觅食收获 落下的稻米草根等 也会在那里午睡 午睡后继续觅食 直到天色渐渐暗下来 才会返回这里 他们的凝食家园 也有例外 那就是气候过于干燥时 中午也会返回这里饮水 而后有时再去水田觅食 也有不去一直留在这里的日子 来这里月宫的天鹅 有一个特征 早晨觅食出发时 他们排着或横或纵的队列 上下晃着脑袋 咕咕地一起飞 尤其在晨雾中 看起来非常的美 如果天气好的话 富士山成为大背景的画 那更是锦上天花 那更是锦上天花不可多得 放满时分 河水灰映着美丽的晚霞 吃饱归来的天鹅们 悠闲雅致的滋害 加之月宫世界 是年轻的天鹅 恋爱的基地 恩爱结成对的天鹅 更会给人们带来一种甜蜜 幸福的感觉 于是前来观看的人们 各个背着长腔短套的摄影器材 为的是能够抓拍到最动人的细节 不过这些天鹅们 好像故意逗人们玩似的 每天早晨出发的时间 和傍晚归来的时间是不确定的 所以要想看到最美的瞬间 不仅需要耐心的等待 还需要跟着天鹅们 前前后后 一会儿这里一会儿那里 游动的地方而移动 所以不懂这一点的话 不是错过了时间 就是站错了地方 今天听说昨天 比今天出发的早 天鹅们今天默默唧唧 直到过了九年 才开始分三批起飞出发 真是好事多么 总算时间地方都没有物 只是跑前跑后 折腾了好几圈 为了今天的视频 也是我的作业 再把有关天鹅的知识 学习学习 天鹅 天鹅处于燕形物 鸭科 是游群中体型最大的 天鹅处在非洲以外的各大洲 都有野生种或亚种分布 白色的四个种分布在北半球 同称为白天鹅或北方天鹅 黑色的黑天鹅 飞布在南半球的澳大利亚等地 黑镜天鹅分布在南美洲 他们与另一个属的扁嘴鹅 合称为南方天鹅 天鹅的雌雄是同样的颜色 雌性略小于雄性 天鹅的体型较大 且国境修长 不同的种类的 绘的颜色有明显的差异 有的犹如油鼻天鹅 和黑镜天鹅的 飞肌部有明显的突出 大天鹅小天鹅 飞上的黄色与黑色 在不同的年龄也会有变化 天鹅的身体 呈两头尖的火圆形 腿较短 脚黑色 除黑天鹅和黑镜天鹅外 其余的都是全身白色 亚成体的雨色暗淡 且嘴的颜色不像 藤鸟那样鲜艳鸟 鸟鸟羽毛多灰褐色 所以俗称丑小鸭 天鹅由于体型较大较重 起飞时在水面上 踏水的时间叫躺 飞行时振翅很有密 在水中觅食时 头扎入水下 身体的前部没入水中 天鹅喜欢在水边迎巢 将巢建在水边有掩蔽体的地方 天鹅的寿命大约二十年左右 长的可达三十五年以上 清成熟三到四年 在鸟类中是比较长的 天鹅多数是一夫一妻制 相伴终生 秋五的行为丰富 雌雄会举一致地做出同样的动作 还会体贴地互相梳理羽毛 一年繁殖一次 天鹅的蛋有四百多克重 天鹅常以家庭为单位 结伴活动 与小家庭结伴 共同抚养后代 迁徒时会多群集结 但仍是小群行动 北半球的几种天鹅 迁徒距离长达两千到六千公里 千飞时间和地点相对固定 中国古代称天鹅为 古、红、鹤、红虎、白红鹤、黄骨、黄鹤等 许多地名中包含这些词汇 是因为那些地方曾经或者依然是天鹅等 雁行木、鸟迁徒的重要通道 《诗经》中有白鸟洁白肥泽的记载 在日语中 至今仍然称天鹅为白鸟 天鹅一词最早出现于唐朝李商隐的诗句 波弦、井火凤、焦晒浮天鹅 又说天鹅专食猪磅 食磅后将猪藏于素囊 北方的女真人训练毛顺 也称海东青 目的是捕捉 这种天鹅就可以得到珍珠 日本是天鹅的月冬地之一 这里的天鹅会在二月的下旬到三月的上旬开始北飞 飞飞停停 等到在日本各地越冬的天鹅都汇集到了北海道 它们集结完毕后 大概在四月的下旬 一起向俄罗斯极东北部 北极圈飞去 两到三星期后 到达西伯利亚 而后立即筑巢产弹五到七个 大约用一个月的时间暴暖 六到七月初孵化出的小天鹅 经过三个月的成长 身体和成年天鹅大小差不多时 就到了九月下旬 西伯利亚 西伯利亚开始冻结的时候 为了觅食就要开始南飞 那时又是一次漫长旅途的开始 在这月边春 月冬的天鹅们又会带着子孙 又一次回到这里 在日本有关天鹅的故事很多 它们被认为是天的使者 是神鸟 当然在西方 古希腊对天鹅的技术也很多 亚利士多德的动物志里就论述了天鹅的习性和行为 还有天鹅形态解剖的记载 西方文化中将文人的林宗绝笔称之为天鹅绝唱 在英国 卓越的诗人或歌手可以与天鹅作品 例如沙士比亚的雅号正是爱逢的天鹅 西方的音乐和文学作品中也有天鹅的形象 圣丧的天鹅之死 柴克福斯基的舞剧天鹅虎 给予了天鹅高贵圣洁的形象 安徒生用天鹅羽毛颜色的变化 演绎了一片动人的丑响 星空中星座也有天鹅的神影 那是希腊神话中宙斯的化身 许多艺术家都以莱达 与天鹅为题材 创作了传世的美术作品 世界各地与天鹅命名的地名 更是鼠屋神鼠